5 6 7 8 今天我們要去吃一家非常有名的一家蛋糕店 那它的蛋糕是我吃過 算是我自己覺得最好吃的 就是這一家HERBS 那在板吉三番街的地下一樓 那這個蛋糕是我在日本吃過 算是最好吃的千層蛋糕 那你進去的時候會先看到一本 它會給你一本黃色的菜單 然後菜單翻開來就是 右邊是飲料喝的菜單 然後左邊就是它主要的千層蛋糕的菜單 蛋糕的話我非常推薦它中間這個Milk Crab 這個千層蛋糕880塊的 跟最左下角的草莓蛋糕 這兩個我是覺得說來這邊必點了 非常非常的好吃 就是很推薦大家一定要點這兩種蛋糕 然後它奶油是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完全是不膩口的口感 那飲料的部分的話有一般的茶 然後熱茶、咖啡 然後跟一些果汁 那飲料的部分的話我是覺得就一般的飲料 那它在這邊的消費的話 規定每個人至少都要點一杯飲料 如果菜單的圖片是看不出來你比較想要吃的話 你可以到它櫃檯前面有一個這種冰櫃 它上面就有那個吃的這種樣子跟圖案 就可以方便讓你做選擇跟參考了 那我們點的千層蛋糕就是長這個樣子了 然後中間有夾一些就是像奇異果啊 然後跟一些水果之類的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是一定是必點了 就是來這邊吃的話大家都很推薦這個千層蛋糕 然後再來第二個推薦就是它的草莓蛋糕 然後它的奶油跟它的那個蛋糕 搭配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細緻 然後口感是非常的軟嫩 那再來是飲料的部分 飲料的部分的話我很推薦它的冰拿鐵咖啡 而且大家如果仔細去看喔 它這個冰拿鐵咖啡它放的冰塊 是咖啡的冰塊喔 不是一般那種水的冰塊 它那是有咖啡的那種冰塊 如果它融化的話也是變成一樣是咖啡這樣子 所以蠻推薦給大家來點的 那我們這次吃就是位於大阪 梅田地鐵站梅田附近的 板極三番街地下一樓裡面的HUB HUB這家甜點店 今天會吃哈哈 真是有咖啡 日本人的